歌詞曲 廖雄昵 歌曲 廖雄昵 其實一開始讓他們打網球 是因為我覺得 打網球感覺很幸福 因為我自己打網球嘛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 收穫和成長非常多 所以我也希望能夠 它在我的世界裡面 也可以感覺到 所以在他們很小的時候我就把他們帶去球場 所以在蔡宇寧差不多三歲 那蔡宇恩那時候差不多五歲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讓他們玩球 一直到那時候蔡宇寧一年級 蔡宇恩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想說是不是可以讓他們試試看 願不願意出去參加比賽 小時候因為媽媽會去教球吧 然後我們就跟著去 然後就拎著球拍 然後就想要玩玩看 然後就越打越有成就感 然後就練練看 然後會贏球之後就越來越喜歡打網球 像我在帶他們的一個過程 我不會對他們非常嚴厲 我的角色就是陪伴 所以我常跟小朋友說 我也不是生來就會當媽媽的 然後你們小孩子在學習 我也要學習 我說現在要跟媽媽這樣簽 你要跟男朋友怎麼這樣簽 所以我們兩個是要生氣 然後你知道有一些家長就會跟小朋友說 你媽媽一定會希望你打職業對不對 然後她就跟人家講說 沒有我媽媽沒有希望我打職業 然後她說怎麼可能 沒有人相信 然後她回來就告訴我 我就說 我真的沒有要你打職業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辛苦 如果你撐不下去 你不想要做 我都覺得可以 因為你已經做夠好了 然後我的想法是 就是我希望你都快快樂樂 做你想做的事情 因為贏的時候就會很有成就感 就覺得努力 然後得到回饋 就覺得很開心 其實我覺得網球帶給我們家 就是讓我們的感情 更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因為就像這一次的全中運 蔡宇寧比賽 蔡宇恩去陪她練球 然後我也去陪她 因為她在台灣的時間 我會想說要盡量的陪伴她 結果爸爸也請假來陪她 所以我們等於一個禮拜的時間 家人就是很開心的在一起 然後因為妹妹拿冠軍拿金牌 我們也跟著喜悅這樣 我對你有什麼幫助 就媽媽會比較了解網球 然後在練球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問媽媽 就會有另外一個參考的東西 接下來我會去打ITF 就是國際青少年 然後希望今年可以打到青少年大滿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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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